你总结一下你41年之前 你的工作以及生活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就像刚才您介绍的一样 您说这个专场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专场 那么我之前给自己的定位是 我一直挺渴望有个家庭 所以想做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但是我觉得这前20年 这个定位是错误的 按现在的话应该是傻 在这十几年当中 我的那个男朋友 他在一直做生意 我也帮着他投入了不少 后来经过就是时间以后 我发现感觉走的不是一条路 我觉得就算是投资失败吧 我觉得对无论是感情投资 还是他这个事业方面的投资 我觉得当初选择是不对的 信奉的是就像一生一世一生人吧 那可能这个理想就破灭了 就是对人太实诚了 太实了 就比如说我认准了这一个老板 我一片担心地对他 但是人家可能不一定是一片担心对我 那你这种傻是一直是老犯的毛病 还是犯了一两次 犯一两次我就不会再犯了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一万 最好是在沈阳辽宁地区 如果要是北京有中 就是中意我的老板 我愿意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 这位女士形象气势家 依我所对她的观察来看 她可能在业务层面上 还是需要有一个人领导 有一个人来代才行 对 我没有 她所说的那个傻 就是她的这种 个人对于是非的判别能力 和情商 可能还是处于少女的阶段 但是她还是有一种 做事业的勇气 否则的话她不敢到这儿来 对吧 我这么评价还客观 很客观 第一轮选择许霍林 还有11等的 您那是没岗位是吗 我觉得她 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阅历显得似乎太丰富了一点 当然阅历丰富的优势是在于 她能够根据不同的人 去做不同的判断 但是有的时候 技巧显得太娴熟的同时 会显得真诚度不够 您在间接地说别人不单纯 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 适度的不单纯是应该的 来 天生我有才 刚才我们看了我们在场的这么位女士 你可不可能你发挥你的会销 你的职场的能力 那就卖一杯试好不好 好 现场所有智慧的精致的 美丽的女士们 大家现在好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 一辈是一辈子爱美丽的 现场美肤沙龙讲座 是这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 首先呢 我们平时的皮肤 百分之九十的衰老 来自于光老化 所以大家觉得防晒重不重要呢 重要 对吧 你看你好棒呀 马上就接受到了 那么其次呢 手机还有电脑这些荧光屏 所散发的蓝光 它渗透到皮肤会非常的深 皮肤自由基增多 也会加出衰老 那么一辈是 它主要做的是海洋的皮肤护理 那么不仅它有世界上 最纯净的原料 而且采用的是 世界级的研发机构 这样的化妆品 你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呢 我请问一下 有东西呢 请举手 差不多可以了 来 点评一下吧 我觉得可能在于 出众用户痛点这件事情 没有阐述清楚 一个是 没有从客户需求出发 所以你知道 但是自说自话 其他的人都没有被打动 这个是会销 一个非常忌讳的点 对 会销是用借助大家的热情 快速成交 真正的会销 它可能是 全程需要一个40分钟 包括热场 个人IP的打造 还有后面的一个专业 一个铺垫等等的 但是我把它缩减为 三分钟的时候 肯定就会有些生硬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局限性 现场的一个局限性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果办公室有人丢钱了 作为领导你会怎么办 你会要求 其他人平摊补上丢失的钱吗 首先我会让他 好好的再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丢没溜 对 然后呢 让他丢没丢 如果要是说人为的 强制性的这种 侵入性的丢失 我会把这件事 公事公办的 你会要求其他人 平摊补上丢失的钱吗 不会 我觉得这个 责任归属的问题 这道题往往反映就是 你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 因为这个提取员 但是你是领导 领导的胜利是 首先是你要了解情况 并且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但我觉得你有点过于理性 把自己有点摘出来了 这样为作为领导来讲的话 你是如何去做团队的管理 包括融合呢 比如说如果说不多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 因为我会觉得每个员工 他可能在 尤其是出入职场的员工 他可能比如丢几千块钱 还挺心疼的 可能我会把这个钱出了 可是他丢了钱 为什么你要给他补上呢 那大家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职业要我 我会很同情他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会以这样的名义 给他补钱 就是三千块两千万 首先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责任 是你的自我的财产 和自己的东西 你要对他负责 我想表达的是说 在企业里面 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到底企业有没有责任 那作为领导来讲的话 他肯定会有一些承担嘛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不叫承担 贾君所说的 我可以借钱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去承担 你应该保管的义务的损失 那叫什么事 你怎么能判断这个钱 到底是真的是不是丢了呢 也许是他自己胡说呢 对吧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老板 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并不成熟的 你从管理岗位 就院长的岗位 到会销这个领域 什么驱动你 是收入还是收入 收入和成就感 你最近一年在干嘛 因为你的简历上没有 我最近一年自己在做工作室 什么样的工作室 是一个美容的工作室 那就在创业了 对 那为什么停掉了 这个钱没了 然后其实我 干了这么多年美容 然后自己干一个 把它看砸了 那显然是不适合自己主导创业 不是 我自己赚钱了 钱呢 钱呢 我跟你讲 因为吧 为何果人 不是 你听我讲 无尽公司 少女 这个有故事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非常好 明媚中年少女的气质上来了 太可爱了 对 这样说吧 我在正式运营 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 赚了不多 五六万块钱 但是我 就是支出比收入要大 所以说我 而且我想了一下 他就是没赚到钱了 支出比收入大 怎么能赚钱呢 总而言之就是没赚钱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从一个教师转到了美容 然后呢 现在你介不介意再转回教育行业 我可能不适合对孩子的教育吧 如果是这个教育培训的运营港 我愿意 他应该坚持去做 适合他 能够发挥他优势 甚至于发挥他自己的这种的 感性优势的这种的领域 对他来说呢 他会如意得水 就是除了化妆品 你还能卖啥 我觉得一个 我从一个领域熟悉他 就是整个专业 我觉得三个月就够了 我什么都可以卖 就只要可以卖的我都能卖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双眼灯